這幾天我啟動危機兩舟的環台改恩之旅 向全台各地的進展幹部 熱情的支持者表達謝意 也藉著改恩參會的機會和各地方了解本次選戰中 明朗不足的地方以便進行擋務後續的檢討和改革 昨天我也前往立法院美麗新科立委 將民意放在第一位 努力在新一屆的國會中打拚 接著我在新北勞家附近的餐廳面前 本次為人當選的民主大聯盟的候選人 希望大家能夠在接在政根基層 繼續贏得民眾的認同與支持 之所以選擇在我家附近的小餐廳 是因為那個地方比較像北海道 因為我們那個地方是北海岸 地點的名稱是北海岸 然後天氣又冷 然後我們外裡有三個漁港 好像是可以吃海鮮的 那蠻像北海道的 慰勞大家沒有辦法出國 畢章改天在補你 你的聲音我有聽到 我始終相信 跨黨派、跨世代、跨領域的民主大聯盟 是因著社會信任的必要之舉 所以我也期望候選人們能夠持續努力 在下一次的選舉中 贏得大多數民意的認同 我要強調本次選舉 仍然有許多不符合社會期望的地方 有待我們持續檢討重新迎回民眾的認同和支持 我們一定要感謝所有支持 支持我們的民眾 更要把不支持我們民眾的意見放在心頭 民眾期待民進行速度心血 用更淺顯的方式強化社會溝通 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任用吳征 擔任民進行中央黨副勤務部主任 杰拜登 吳征同志在此次選舉 獲得人輕人的支持跟肯定 形象清新 選戰期間的前任遠目共睹 我期待他帶領同仁 發揮空戰的力量 強化與社會的溝通 也非常感謝張志豪主任 在這裡 過去一年多的努力 我們給他一個熱烈表現 我們現在趕往組織部 擔任主任的工作 吳征坐在這裡 我們給他熱烈歡迎 那另外 王毅川同志也在本次選戰 從空戰到陸戰 中華為堅強的戰鬥力 用淺顯易懂的語言 在本期間內 攻防複雜議題 我們任用他擔任政策會 對執行黨 也期待能夠藉重他的才能 將政策劃榜為檢 強化本黨的毅力宣傳 我們給一個熱烈表現 謝謝 謝謝 此外在本次選舉中 有很多黨公使同仁都盡心盡力 未來我也會藉重他們的長才 給予全方位的歷練 希望他們都能夠進一步 為民眾服務 強化的硬朗與社會溝通的基礎 各位同志選戰已經結束了 現在我們要將重心轉往自己國家 航起繼續帶領台灣向前走的責任 我期免各位同仁與行政立法部門持續配合 將我們累積的執政成果 讓更多國人知道 也要持續澄清虛假訊息 避免錯誤的資訊 影響全體國人同胞 我也趁這幾日 把國情體積極攬財 習財 未來我也希望能夠持續擴大民進黨的人才庫 招募願意為台灣做事的年輕一輩 我們可以共同面對國內外的局勢挑戰 也請民主黨協助 我們來對外偵採 520之後新的政府的產生 除了本黨優秀的同志 會進入政府以外 我們也希望社會優秀的人才 有知之士也可以進到政府來奉獻信力 所以我們請民主黨協助 我們建立一個管道 跟社會真材 例如我們部分區的立委 也邀請了社會上好的人才 進入民進黨的部分區民旦旅養 所以另外呢 我在日前也已經公開宣誓 捐出選舉補助款 用以照顧創黨前輩的生活 也積極培育黨內年輕的人才 我有助助心學改變社會溝通的方式 將訊息方法為簡理解社會科階層的需求 我們才能夠贏得更多民眾的信任跟支持 接下來我們堅圖上的責任會更重 展望2024年 我們能有很多工作要做 敬請我們大家同仁 讓各位同仁一起努力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